从从恨不难相逢 爱的终于恨别从终一直都吹拂 狂笑一声 敞感一声 快活一声 悲哀一声 谁与我生死与光 那下一路坎坷总要去经历他 我们翻过山与晚霞 寻寻无人知晓的话 你呀再非也别害怕 无敢触碰你的一丝丝笑容 被尘封的心已经在沉沉欲动 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觉 原来你也睡不着啊 你听今夜的风 它给你不停 中外一声滴滴答答 三天三夜都还在哪儿想 又是我最爱的你呀 三天三夜都不接电话 难道这份情就这样走了 这就是你的回答 我不借你爱上了他 我只担心你过来 这就是你呀 咸mo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来朋友们 这是不锈钢折叠烧烤炉 今天在这个河边给大家烤串 那么它展开之后 又是这款炉子的一个桌架 里面是套着这个炉子 这一套的重量是8公斤 那么为什么给它分开挂连接呢 因为这一套太重了 一般的泡沫箱纸箱 承受不住这个重量 必须分开的 你可以选配 顶配 顶配是有这样的腿的 在6毫米的腿之下 那么也可以选单炉子和这个 桌子的一个组合 但是我现在顶配的这个包 是装不了这个桌子 因为我那个包的尺寸是长55 这个桌子长56 重8公斤 喜欢的老铁 给老弟点个呼吸点个赞 这串 来来来 看一下这个串 都连上了 香不香 这串香不香 喜欢你就来 跟老弟交个朋友 老弟天天给你烤串 这是我旅行版的 前两天218拍的 你们连一下客服 把钱给你们补了 老弟现在降价了 旅行版的 碳版 烤网是304的 然后这个腿呢 6毫米10毫米的 比咱们吃饭的 这个一次性筷子 还要出力 然后门 给它拆下来 折叠方式 跟那个 大号那个都是一样的 看到没 整体全是两个厚的 边角全都进行打磨 轴是5毫米10毫米的 然后不是说拿荷叶焊上去的 都是一体的 所以说没有能坏的地方 然后包括这个堵头 都是不锈钢的 重量是10毫米 然后收纳的话 咱们先放这个碳板 再把这个门呢 卡到烤网上 两个门的长度 就是一个烤网的长度 基本上了 往这一套 收纳起来的厚度呢 是不到三公分 火力调一棍放包里 然后把腿 最后再把腿放包里 就完事了 然后我呢 每天签100单 给带一桶不锈钢的签子 签筒长35的 里面的签子呢 长33 直接给你干嘛 这一桶签子 你出去买的话 要40多根吧 老弟也是刚做 没两天这款炉子 旅行版的 喜欢的话直接拍 下方小公司 直接拍就可以了 也是为了要一个销量